OK 那我們剛剛暫停了 OK 那我們剛剛讓我們的硬碟暫停了一陣子 然後讓它休息冷卻一下 結果現在我們又開始恢復了400mAh的速度 但是我們的延遲還是一樣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有400mAh的速度就OK啦 OK OK